女人最窩心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窩心故事 发生在我一个朋友的身上 她叫Kathy 赵金兴 为什么我会说很窩心呢 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好好的朋友 离开了我们很多年 所以我和Kathy很多年都没见过面 前一个礼拜她打电话给我 不如吃饭吧我们Elaine 我说好啊好啊 一会儿她打电话给我 Elaine 我订了一个公司 但是你那天不需要穿得很漂亮 随便牛仔裤 波鞋就行了 因为我知道你平时的人都比较casual 所以你不需要穿得很漂亮的压力来这里吃饭 当时其实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因为我都很惭愧 我都问我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疲惫呢 为什么我朋友有吃饭跟我说你不用有压力呢 但是我心里很开心 其实赵金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很端庄的一个女士 他真的为了我希望我没那么大压力 不想我觉得好像严肃 真的门口有一块牌写着衣衫不整 就不得耐尽 那我已经觉得啊 OK 我看到他穿了一对人质汤来跟我吃饭 是穿了拖鞋来跟我吃饭 我觉得有时窩心的东西未必需要惊天动地 很少很少的点滴 其实已经可以令身边的朋友很窩心 很多谢Kathy你这么遷就我 好